说到陈怡荣,大家未必熟悉,但是说到了游郭靖安,郭建华,英璇,丽亚鹏主演的电视剧《天下第一离故灵精怪》的云楼郡主,想必大家都会恍然大悟了吧? 是的,她就是陈怡荣,而且生活中和该剧里的角色一样幽默搞笑。 9月5日下午,陈怡荣晒出了一家三口的接手照,并开玩笑称,从小对混血儿都有一种憧憬,今天终于如愿意长生了一个小小混血儿,你好可爱,爸爸妈妈好喜欢,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播,话说陈怡荣家的不也是台湾人吗? 果然陈怡荣在最后补充到,高雄混账话,真是调皮的妈咪,配图中,小公举的手握着妈妈的大拇指,爸爸的手则包裹在最外面,很是温馨,有趣的是母女俩还一起举着一面小旗,下面写着双成故事,陈怡荣刚拍的新剧。 陈怡荣说,知道妈妈内就无法参加新戏宣传,一出生就帮忙宣传,真是好孩子来着,再次被陈怡荣逗笑,分明是自己放上去的小旗子,都说母亲生孩子就像是去了一趟鬼门关,但是生完宝宝的陈怡荣却依然这么活泼,宣布自己带下千金的好消息的同时,还不骂给自己的新戏宣传一波,看得出来,陈怡荣非常好, 非常喜欢小朋友,但是孩子肯定是和自己爱的人生了,所以陈怡荣一直在等待当中,直到2014年遇到了自己现在的老公薛博然,当时两人感情迅速升温,2016年9月26日在泰国清代去,行了婚礼,今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宝宝,不过今年陈怡荣已经39岁,是个不折不扣的高龄产妇, 这份幸福来之不易,总觉得这个小公主将来会被陈怡荣给玩坏,陈怡荣在今年6月的时候,就已经公布了孩子的性别,她对孩子说,以后你功课不用太好,因为妈咪功课也没很好,以后你身高不用太高,因为妈咪也没很高,以后你不用太美,因为妈咪也没很美, 妈咪只要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,这样就好了哦,但是,最后陈怡荣又补充,这妈咪不美但是气质好,而且你爸功课很好,所以以后你自己看着爸爸,小公主表示,要立山打,陈怡荣的老公薛博然是一名整形医生,阿姚的老公赖红活, 就是任职于他的医疗美容诊所,作为医生,功课当然不能差了,所以希望小公主将来能继承妈妈的颜值的同时,也能继承爸爸的高智商。